战马出弦假是昏 灰哥早已破楼兰 弥天星斗消兵器照撤边山 五月寒 有好朋友肯定会说 这首定场诗咱们听着耳声啊 对了您听着肯定耳声 因为这首诗的作者呀是康熙皇帝 那康熙皇帝是在什么时候写这首诗呢 就是在这康熙皇帝得知 西路军统衰肺羊骨 在昭牧多一战当中 大破嘎尔丹军主力 这是高兴之余的感慨之词 这大喜事啊就发生在1696年 如果按照大清纪年呢 应该是康熙35年 皇就在行载当中率领着文武群臣 以及啊随同出征的众位皇子 祭拜了天地 到了这个5月25日 嘎尔丹的死对头 就是那个康尔喀蒙古的吐蟹图寒 和他的弟弟哲不尊丹巴活佛 来给皇帝祝贺了 平时啊这哲不尊丹巴活佛 仗着自己啊是宗教领袖 所以呢 无论是见着皇上 以及大清朝的高官朝臣们 都是很傲慢 这回可不一样了 见着谁啊 都是笑吗字的 这笑文就在肉皮里含着 独笑不说话呀 是一笑两次呀 看出高兴来了 怎么呢 没有威胁了呀 只要这嘎尔丹呢 还一天能够兴风作浪 他们弟兄二人这脑袋呀 在肩膀子上就扛不踏实 眼看呢 就到了6月 嘎尔丹的一些不忠亲随 就被押解到了康熙皇帝的行载当中 康熙皇帝一审不要紧呢 就审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在暗中支持嘎尔丹的武士 达赖喇嘛呀 早就已经原济了 这位大师啊 已经原济十多年了 完全是西藏政府现在的第八 也就是武士达赖的徒弟 苍结家促 假借武士达赖 他的老师的名义 向整个藏区发号施令 也就是说 这十几年来支持嘎尔丹的 并不是武士达赖 这达赖喇嘛呀 想支持啊 可能也支持不上了 哎 这佛爷他原济了 负责在朝廷这边 给嘎尔丹讨价还价的 鼓动 和说特部蒙古啊 去救济嘎尔丹的 还有最讨厌的呀 就是鼓动着 嘎尔丹出兵 卡尔卡蒙古的 实际上 就是嘎尔丹的这位师兄 西藏政府的第八 苍结家促 说实话啊 要不是借助着武士达赖的名义 苍结家促 哪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 这康熙皇帝得知 自己被欺骗了十多年 立刻就烦了 不等着圣驾回京 立刻就派出了一支使团 直奔拉萨 关于这苍结家措 是如何答对使团提出来的疑问 是咱们今天这段书 最后要交代的内容 咱们呀 先让这使团在路上走着 咱们先按下布表 咱们先得说说呀 这跑了大汗 这这么多大战发生在五月底 到了六月份的时候 这咱们终于率领了自己的残部 逃到了恶魂河的支流 塔米尔 那么说这会儿这位大汗 咱们手下还剩下多少部众呢 这始料说法不一 有的说是几十人 有的说是几百人 也有说呀 一千来人 这咱们自逃脱呀 到死 这些故事啊 记载的比较清楚的 就是俄国人写的准改尔韩国史 那咱们呀 就按照俄国人的说法来 这改尔丹率领二十级逃出重围 虽然只有二十骑兵 但是布众还是有一些的 逐渐呢 也都聚拢到了改尔丹的身边 他连忙派人呢 到各地去召回了自己的部下 什么这个阿拉布坦呢 丹吉拉呀 丹京俄墓部啊 这几位大将军 还有几个亲随呀 一会咱们的书中也会出场 这您就听明白了吧 之所以咱们把这些人都交代一遍呢 是因为今天咱们这段书啊 就是要说出这大韩 噶尔丹最后时刻的重判亲离 散鸡毛凑胆子 这余众加到一起点了点数啊 大概有五千余人 可是啊 书中记载是牛马甚少 无杖无虏者甚多 也就是说这些人呢 虽然凑到一起 但是缺吃少粮 没有牛羊牲畜 连帐篷都缺少 多一半人呢 只能目天席地 睡在户外 这段史料当中啊 透露出了一项重要的消息 什么消息呢 这嘎尔丹呢 虽然是武士达赖喇嘛的徒弟 苍杰加措的师弟 可是达赖喇嘛 原记的这件事情 他也不知道 那么说这老师蚁人 原记十年了 他就没有怀疑过吗 他还真没怀疑过 因为这十年以来 苍杰加措冒用达赖喇嘛之名义 发布的政令法令 全都是向着噶尔丹的 那你想起吧 对自己有利的法令 这噶尔丹干嘛还怀疑啊 直到这会儿啊 他仍然不知道 这老师啊 已然原记了 在塔米尔稳定之后啊 这噶尔丹决定给自己的老师 武士达赖喇嘛写信 他在信中写道啊 尽管轻军未能使我等受到大的损失 但我们内部陷入混乱 互相强掠而四散 我等啊 急于塔米尔之地 经过商议 欲重新向敌人进攻 那这里边连瞎话带吹牛 不疼不痒呢 给老师写了几句 什么意思呢 他首先呢 要隐瞒自己重大的失败 他就怕一旦啊 这西藏教廷得知自己 再无翻头之日 哎 对他呀就放弃了 一旦没有这西藏教廷 皇教活佛大喇嘛 自己老师的支持 那将是寸步难行 后边这几句含无其词 他是想让老师帮着他出个主意 给自己指点迷津 这下一步该怎么走 按说呀 这是他自己的事 他为什么要写信问老师呢 因为很简单啊 他自己啊 和自己手下这帮的人呢 商量不出个结果来 搁着嘎尔丹的意思 他是先前往这个翁京地区 去抢夺粮食 他为什么去那呢 因为那儿啊 有清军的一个粮库 据说助手的清军不多 防守很薄弱 然后抢了粮食之后啊 就逃到新疆的哈密地区 因为他觉得 这哈密的回王啊 是他策锋的 所以这哈密回王 一定能收留他 不过自己手下大将丹尼拉说 不行 这哈密地区也太危险 离这个汉帝太近 一旦的这大清朝 康熙皇帝 知道他们就躲在哈密 这大军很快就能杀到 到时候岂不被动 咱们就不如啊 率领自己的部中 一头就扎进阿尔泰山 先过了这个冬天啊 躲过康熙皇帝的追杀再说 这阿拉布坦和丹京 如果不说 那如果我们要直接啊 就进入到阿尔泰山地区 那咱们这个冬天吃啥喝啥呀 不如啊 听我的 咱们呢 带领了自己所有的精壮士族 直接啊 就先跑到这俄罗斯境内 先抢他娘的一个满坑满谷再说 然后啊咱们再去阿尔泰山避难 商量来商量去 这群的人呢 也没商量出个什么结果 最后还是大喊一拍大腿 这戈尔丹说呀 听我的吧 咱们呀干脆就哈密了 丹京国务部 统领左翼 阿拉布坦率领右翼 这戈尔丹和丹吉拉居中 6月28日 这戈尔丹拔影起来 就往翁金河方向出发 没想到的是啊 就在半道 只剩下这5000多人啊 还闹了分裂了 盖尔丹的手下 丹京俄木部啊 是僧格的最小儿子 这僧格呢 是盖尔丹的亲哥哥 是上一任的 种盖尔韩国的大韩 出人意料的是 哎 僧格的长子侧王阿拉布坦 和他的叔叔 盖尔丹分裂以后 自己的这个小兄弟 丹京俄木部啊 没有选择追随哥哥 而是追随叔父作战 那不用问呢 哎 这位小侄子 对自己的叔父 盖尔丹那是忠心耿耿 可是就在他们逃亡哈密的 行军途中 因为这资源太匮乏了 这个丹京俄木部的手下 就抢夺了 盖尔丹部下的驼马 要说呢 这盖尔丹呢 作为大韩 作为叔父啊 这会儿有人能追随你 这么死心塌地的 那就不错了 这点驼马呀 你就忍了 让了就得了 可是啊 这盖尔丹吃屎迷眼了 不接 他呀 就下令向丹京俄木部 索要这些驼马 这么一来呀 这丹京俄木部 算是寒了心了 他说呀 要是这么着 叔啊 那您自己玩吧 我可不跟您这耗着了 您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 于是 这丹京俄木部 率领着自己一千多人 就离开了盖尔丹 投奔自己的兄长 策望阿拉布坦去聊 这盖尔丹一看呢 怎么着 自己这小侄子跑了 他不死心 他还带着人马追 这一追呀 还算不错 他还圈回了一半人 收回了五百人马 这么一来呀 更加剧了 这丹京俄木部 一定要离开 盖尔丹的决心 一头就扎向了 蒙古草原 与俄罗斯的交界之处 跑了远了 这盖尔丹再想找啊 也找不着了 那么说这丹京俄木部 最后就没有消息了 有 这丹京俄木部啊 就真成了土匪了 这史书所在呀 这丹京俄木部 带领着自己的部众 守住了俄罗斯 与草原的交通要道 从此靠收取赋税为生 那你又不是一个国家 你又没有自己的政权 什么叫收取赋税呀 实际上不就是 要点买路前 靠行抢为生吗 没过多久啊 这阿拉布谈 也和盖尔丹发生了分歧 率领自己一千多人 前往这科布多一带的 草场游牧 到了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啊 这盖尔丹身边 能称之为大将军的 那就只有丹继拉一个人了 这丹继拉呀 还挺执着 率领着自己的一千多部众 还追随着这位大汗 盖尔丹 眼看着这支流亡大军呢 就靠近了翁金河 这翁金河呀 就是清军的储粮库 这儿呢 有多着人守卫呢 有五百八七兵 从这儿看守这堆粮草 这人到没落之时啊 往往会出一心混蛋的招数 这盖尔丹呢 要保存自己的实力 他不愿意让自己人出去抢粮 他派这个丹继拉 带着自己的一千部众 出去抢粮去 这丹继拉呀 带着自己的这一千多人 到了这翁金河粮库啊 哎 中了埋伏了 不但粮食没抢成啊 还扔在那儿 一百多条人命 自此以后 这丹继拉和盖尔丹两人呢 心中也有了隔阂了 没抢到粮食 也得奔哈密走啊 奔哈密走啊 又出事了 他可就没想到 这康熙皇帝啊 打胜之后 大军并没撤出这一地区 康熙皇帝命令飞扬古啊 守住所有咽喉要道 绝不能让盖尔丹呢 南逃至新疆地区 还有这盖尔丹不知道的呢 即便他呀 冲出了重围 逃到哈密地区 到那儿也没有好果子 因为他册封的这位哈密回王啊 这会儿已经投降了大清 哈密地区啊 这会儿啊 已经驻扎了清军 那哪儿是他的避难所呀 那明明是一条 睁开口的大口袋 正要把他这个大韩呢 装起来献给康熙皇帝呢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啊 这招募多大战 盖尔丹一败的消息 早就传到了哈密 哈密回王 俄贝都拉 是他亲自册封的回王 实际上呢 他册封的也并不是回王 他册封这个俄贝都拉呀 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 等于就是准盖尔韩国控制下的 一个维吾尔地方官员 一听说这盖尔丹败了 人家立刻就投降了大清 连忙啊 就向康熙皇帝进贡了 骆驼一头 马良匹 小刀一柄 请求内赋 什么叫请求内赋 就是打今儿起呀 我这个小弟 跟着您大哥 康熙皇帝混了 这康熙皇帝一听 可以呀 如果这哈密地区 归附了大清 这大清朝的势力 就从嘉域官向外推进了很多 纵观这华夏使啊 只有盛世之时 才能统领西域诸国 这么一来 这西域一帮的哈密 不又成了大清所属 华夏之地吗 这简直就是吉兆啊 这康熙皇帝 可不像杆尔丹那么小气 一挥手啊 就给这位哈密的头人 俄北都拉封了一个王爵 什么王爵呀 扎斯克 一等达尔汉 翻译成这满洲官话呀 应该是个郡王爵位 他们这一支啊 到了同志年 被升为亲王爵位 一直啊 是清代维吾尔族当中 最显贵的一支 那您想想 有了这身风赏 这俄北都拉 他能不效忠大清吗 他于是啊 向康熙皇帝表示 说主子您等着 这奴族我呀 一定啊 给您表表功 我一定啊 又把这杆尔丹 逮着给您送北京城去 那么说 他逮着杆尔丹了吗 他当然没逮着杆尔丹了 他虽然没逮住杆尔丹呢 但是他却俘获了 这杆尔丹的 最心爱的一个儿子 也就是杆尔丹 和他的爱妻 阿努可敦 唯一的孩子 叫做色不腾巴尔诸尔 哎 您得区别一下啊 您别听这个名字熟啊 您就弄混了 这个色不腾巴尔诸尔啊 他可不是乾隆皇帝 那个好姑爷 那个呀 是波尔基奇特 色不腾巴尔诸尔 这个呢 是杆尔丹的儿子 绰罗斯 色不腾巴尔诸尔 提起这位 色不腾巴尔诸尔啊 哎 更有意思了 他的后人 也就是绰罗斯 杆尔丹的后人 现在啊 可能就生活在北京城 您的身边 身份证上啊 写的是满足 说的一口纯正的北京腔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明天 接着聊 咱们再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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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次见到